好,来,朋友们,我们在桥上面撒一网啊 现在拿的这款网是一款6米高,两指的网眼,冲染有15斤 来,撒一网看看有没有鱼啊 漂亮 现在水生水期啊,水也比较浑啊,看一下出不出鱼 先我沉一沉啊 到底了吗 看我们看一下网里面有没有鱼 有鱼的话可以帮表哥点点红杏点点像啊 看一下有没有鱼 哦,要上货了,朋友们,有鱼啊 一碗再手吃鱼,不手啊,又上鱼啊 有鱼啊 有 这里面有,这里面有 哇,四百块要卖 两个 好 这个鱼好吃 好 哇,拉起来了啊,拜拜 来 来 首先这里两个网吧 这两个网吧 长度啊 尺寸重量啊 它这边差不多啊 但是围这两个网不同吧 这个一个是小盘啊 这个是小盘 这边这个吧 是个大盘啊 往长度吧 这个都是三米啊 往长度都是三米啊 今天你们有很多大哥在问啊 这个小盘好用 还是大盘好用啊 说实话呢 在于这个小网来说啊 这三米一道嘛 小网嘛是不是 用小盘它就够用了 够用了是不是 你们看吧 两个网我都给你撒一遍 是不是 另一个的重量一样啊 但是呢 配上不同的盘子 之后吧 大盘的网都重量会重一点啊 小盘的话呢 稍微稍微稍微静活一点啊 而且呢 撒是小盘网吧 它好扎力啊 看到后面啊 一推一摆一段 一样的是撒台撒圆 是不是 全部开到顶的啊 是不是 开完的啊 好了 我现在把这个小盘的网收了啊 然后再来个大盘的网撒 这两包网对于我来说吧 都是好撒的 是不是 对于新手来说的话呢 如果那种年龄偏大啊 哎 那个 觉得不是特别快的人吧 用大盘的会好撒一点啊 小盘的话呢 适合就是年轻一点人啊 你木的你好一点 包括你强一点 是不是 我先把这个网收开啊 大盘啊 跟那个网的话 链条重量一样啊 这是盘子大一点吧 它就比这个小盘的网整体更加重一点啊 方法都一样啊 撒网的方法就一样啊 链条要整理好啊 链条分匀 好 分好之后呢 一把往下一抓 抓网的时候吧 左手来抓着网啊 右手来抓着盘 来 往前推 往后摆 来 轻轻转 是吧 盘子大啊 它的那个 离心力大啊 撒网出来 轻轻的一转盘啊 它这个网就能够张开 能够撒开啊 但是 从个人实力找到 使用上面来说的话 我 推荐啊 三米的网用小盘就行啊 对如果呢 你们觉得自己需要用大盘的 才好撒开网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大盘 是不是 都是好撒开 都是一开到顶啊 三米高的网吧 这个打开之后的面积吧 这个能达到5米5左右面积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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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